男人看过来白开水里加这三味药能打通中筋血管让你勃起更有力 为啥很多人有阳尾勃起功能障碍 但是用了各种补肾的药也不见效果 最后前面少花但该尾的还是尾 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阳尾了就一定是肾虚了 但其实这气血淤质一样会导致阳尾 你想想看这男人勃起的过程不就是气血充盈海绵体的过程吗 所以要是这气血淤质没法往下走去充盈阴气了 那也会阳尾硬度差等 因此别一阳尾就觉得是肾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气血过不去了 但这气血为啥过不去呢 会气血淤质呢 其实大多是因为男人压力太大之后干瘀了 在中医上肝主一身气肌 并且肝主情质 喜调达而误抑郁 要是你一直顶着压力 心里憋着事 心情太压抑的话 那就会肝于气质 加上肝精寻形环绕阴气 要是肝于气质 气没法推动血往下走 去充盈踪金 就会出现硬度不够 勃起障碍 甚至是阳尾等情况 这时你想要把阳尾调好 补肾肯定没用 得疏干礼气 这气血顺利充盈踪金了 那你勃起才会更有力 所以你要是阳尾硬度差 平时压力大 老是心情郁闷 心烦容易发火 而且胸闷 身体两侧胀痛的 那你就用柴壶当归白勺来煮水喝 这三味药能疏干解瘀 理气和血 疏通阴静血管 坚持服用的话 会有一项不到的惊喜 但要是你干瘀之后 还影响到脾胃 开始出现一些食欲差 不想吃饭 大便发软等情况了 你还得再加点补益脾胃的药 比如白竹芙苓之类的 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脾胃要是不好 就没有足够的气血去充盈中筋 那这时就算你疏干理气 那也还是阳尾硬度差 当然了 要是你肾也虚 还可以加点补肾的药 比如狗旗籽 兔丝籽之类的 总之具体情况 具体调理 要是你情况太复杂 建议你去附近找个专医生 帮忙辩证一下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